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最新活动造型,换了发型后美出新高度,一身白裙甜美又仙气。 相信大家都认识杨子吧? 毕竟,杨子是观众看着他长大的艺人。 杨子年轻时就已经在全国受欢迎。 杨子出席最新活动。 大家一定都看到了,杨子长大后,人气还是很高的。 他也凭借出色的演技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的杨子,他的事业越来越好,杨子的受欢迎程度也越来越高。 无论出现在哪里,总是引起网友的关注。 大家一定都知道,杨子级别的艺人经常出现在各种活动中。 近日,杨子出席最后一场活动时,引起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当我看到明星参加活动时,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状态和风格问题。 杨子出席活动时,他的造型问题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事实上,杨子长大后,他的外貌经常受到网络上人们的质疑。 不过,每次看到杨子换上新造型,总是给人一种奇妙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杨子最新活动曝光。 近日,杨子出席某活动时,网友晒出了一系列活动照片。 看到杨子出席活动的样子,引来了网友的点赞。 大家一定知道,杨子之前拍女心理师的时候,就把头发剪短了。 看看短发的杨子,真是一个能干又坚强的女人。 近日,杨子出席活动时,竟然换了新造型。 出席活动时,杨子不再是短发,而是长发。 看到杨子恢复长发造型真是太美了。 虽然杨子的短发造型很好看,但是这次看到他的造型后, 很多网友都觉得杨子留长发看起来更漂亮。 看看照片中的杨子,一头飘逸的长发实在是太美了, 甚至给人一种小仙女般的气场。 这样的杨子真是太美了。 杨子换了发型后帅气无比。 事实上,在造型问题上,杨子一直受到网友的批评。 杨子多次穿着不适合自己的衣服出现, 不同场合的发型也基本相同。 但现在看看换了发型后的杨子, 颜值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看到杨子换了发型后,还是认不出来了。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照片中的杨子已经告别了短发, 取而代之的是十分甜美清新的造型。 不得不说,这个造型非常适合杨子。 与之前的造型相比, 这个造型看起来像杨子。 甚至更加甜美可爱。 虽然杨子这次的发型看起来有些简单, 而且很多艺人女子都有类似的风格,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风格确实很适合杨子,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仅认为杨子改善了他的外表, 甚至他的整个气质。 改变了。 杨子新造型甜美又同化。 他还穿着一袭白色婚纱, 看起来甜美又同化, 就像仙女夏凡一样。 看到杨子换了造型后, 颜值暴涨。 虽然平日里我们看到的杨子也很漂亮, 但是相比现在的造型, 这次更适合他。 大家也都知道, 杨子本人是一个善良又可爱的女孩。 如果他穿得太时尚, 那就不太适合他了。 如今, 杨子的造型清新可爱, 同时也非常简单漂亮。 这样的杨子简直令人惊叹。 当你看到照片中的杨子时, 你美得让人一步开眼睛。 看来造型师这次真的需要加鸡腿了。 很多粉丝看到杨子的长发后, 纷纷喊话杨子不要剪短发。 这样的杨子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湖南跨年晚会明星齐聚, 陈毅杨子CP出席, 唯独缺席一位顶流。 湖南卫视跨年晚会明星齐聚, 肖战缺席, 王一博, 王贺帝, 陈毅, 龚俊, 杨子, 迪丽热巴等助阵。 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向来是娱乐圈的焦点之一, 每年都会邀请众多明星助阵, 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试听盛宴。 今年也不例外, 据悉, 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将邀请王一博、 王贺帝, 陈毅, 龚俊, 杨子, 迪丽热巴等明星齐聚一堂, 为观众献上一场难忘的跨年盛宴。 然而, 据最新消息, 因种种原因, 肖战未能参加此次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虽然有些遗憾, 但观众们也不必太过失落, 因为此次晚会仍有许多明星助阵, 其中不乏一线艺人。 王一博是一位全能艺人, 不仅在演艺方面有出色的表现, 还拥有出色的舞蹈和歌唱实力。 他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此次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必将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 王贺帝也是一位备受欢迎的年轻演员, 凭借着《苍蓝爵》与《爱卫营》等作品 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他的阳光形象和活力肆意的表演风格 深受观众喜爱。 此次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王贺帝也将展现出他的多才多艺和独特魅力。 成毅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凭借在《沉香如谢莲花楼》等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获得广泛的演技和颜值都备受认可。 此次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诚意也将展现出他的独特魅力。 龚俊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因出演《山河令我要你逆风去》而走红。 他的演技和颜值都备受认可, 此次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龚俊也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 杨子和迪丽热巴两位当红小花旦也将参加此次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杨子凭借多部热播剧积累了大量粉丝, 迪丽热巴则以他的美貌和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们的到来无疑将为晚会增添更多的看点。 尽管肖战此次未能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但其他明星的助阵也足以让观众们期待不已。 届时,观众们可以欣赏到王一博的舞蹈和歌声, 王赫蒂的阳光形象、诚意的演技, 龚俊的精彩表演以及杨子和迪丽热巴的美貌和演技。 此外,据悉此次湖南卫视跨年晚会还将采用创新科技手段, 打造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观众们不仅可以欣赏到明星们的表演, 还可以参与到互动环节中, 共同为新的一年倒计时。 总之,今年的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依然备受瞩目。 虽然肖战因故缺席, 但其他明星的助阵也足以让观众们期待不已。 届时,观众们可以欣赏到众多明星的精彩表演, 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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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